音乐 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也是地球村的时代 科技的进步让现代的民众 上网就能够轻易地了解 许多不同的资讯以及文化 而在台湾更是一个多元族群所组成的国家 国人与其他国家的人民结婚 并带回台湾 让台湾的族群更加的丰富 对此南投县政府也相当重视新住民的权益以及生活 并奠定12月18日移民节 每年的12月18日一次移民节 南投县政府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节日 日前在地下二楼大礼堂举办 2018新住民爱念 美丽新南投文化交流移民节庆祝活动 内容多元丰富精彩 民政处长指出 今年的活动相当的精彩 并以嘉宁华的方式来呈现 除了有多元的文化以外 也有在地特色的摊位 更有许多新住民穿着自己的母国服饰 带来异国风情 尤其也有新住民第二代所带来的歌舞展演 并演奏属于自己母国的歌曲 将气氛带到最高点 让现场非常热络翻腾 每年的12月18日为移民节 幸福为了庆祝新住民特别的节日 提前在今天办理移民节的庆祝活动 邀请新住民的家庭 及藏地的社区居民参加 今年移民节活动的现场 以嘉年华的方式来呈现 除了有多元的文化以及在地特色的摊位之外 另外有很多位新住民穿着原属国的服饰 在场呈现异国的风情 另外还有新住民二代的展演 以及歌舞的表演 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络 非常的翻腾 而移民节的活动相当的精彩 也带来的人潮 移民署南驼县服务站主任蔡重复表示 该署与县府合办移民节活动已进入第七届 根据统计 至2018年9月底 新住民人数已有54万人 二代人数也有39万人 蔡主任表示 移民署跟工部门一直致力于 营造新住民一个友善的环境 以及权益的保障 希望新住民以及新牧民第二代 能够把台湾当成自己第二个家 提早适应台湾环境 也希望他们能够在台湾生活得很好 这也是活动举办的最重要的项目之一 今天很高兴参加南投县政府 举办107年度的移民节活动 这是连续第七届 由本署跟南投县政府来合办 我们现在截至9月底为止 我们在台湾的新住民已经有54万人 二代也有39万人 我们本署跟工部门的都非常致力于 提供我们这些新住民友善的环境 以及各种权益的保障 每年办这个活动 我们也希望说新住民跟二代 把这里当成他第二个娘家 在这边能过得很好 这是我们移民署 还有我们南投县政府 对这个部分的 办这个活动最大的目的 新议员赖燕雪表示 南投县政府办理移民节的活动 不但现场人山人海 也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度的新住民 共同来参与 赖医员说四海为一家 国际化全球化 族群的融合相当的重要 南投县政府相当重视新住民姐妹 也有匡列相当多的预算 不论是在教育 生活以及在地认同 都相当的用心在推动 只有透过爱与包容 才能够让社会更加的融合 而除了县府以外 祖望光怀协会也针对 新住民姐妹们 办理许许多多的课程 不论是教育的认知 以及知识的提升 都让新住民姐妹们 学习到许多 希望借此能够让新住民姐妹们 提早适应台湾的生活 而国际移民节 南投县政府相当的重视 所以今天在我们县府展开来 来自我们十三乡镇 不同国度的这些新住民姐妹们 齐聚一堂来一同庆祝 我想四海为一家 国际化全球化的年代下 族群的融合是每个国家相当重视的课题 南投县政府长期以来呢 对我们新住民姐妹也匡列了相当多的预算 不管是在教育文化的扎根 或是在我们课程的一个提升 包括我们在地认同都表现出 对我们新住民用心的一面 我想只有透过我们的包容 我们的爱心 我们的用心 才能够让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 展现我们的一个融合 包括我们的一个竞争力 厌学长期以来 非常关注我们新住民这个区块 今年担任我们左岸关怀协会 我们也争取了一笔经费 协助我们新住民姐妹呢 开办课程 不管是教育力的一个认知 我们知识的提升 包括我们政策的一个宣导 福利的宣导 我们都告诉我们新住民姐妹们 来到台湾这个美丽的宝岛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希望说透过文化的认同 异乡文化的一个多元差异 能够让我们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能够融入在我们的新住民里面 让他们很快速的 在我们美丽的宝岛 能够落地生根 我想这个是政府的政策 政府的美意 新住民爱念 美丽新南投活动当天 有22个以上的政府单位 辅导业务宣导与咨询服务 即提供20个以上 民间团体摆摊 辅导成果发表 民政处长吴彦宁指出 内容相当的丰富精彩 有人口征令宣导 反读宣导 市值包 教导制作客家马属制作 香菇炒米粉 异国美食 哥斯大黎家 鸡肉饭 台式美食等 其他DIY等 营造异国风味 仿佛置身于外国嘉宁华 也希望大家的参与 能够让新住民感受到 温馨又热闹的气氛 也希望既有活动 能够让新住民们 了解到县府 有什么管道可以沟通 那借有活动的举办 让新住民的家庭 以及当地的居民 可以认识原属国的文化 可以促进文化的一个交流 跟融合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 让新住民朋友 在台湾生活 除了适应台湾的一个生活之外 另外也能够让新住民朋友 苏解思乡的情怀 让他们在台湾能够稳定心情 安心生活 那也藉由活动的举办 也能够营造友善的生活环境 今天的活动图了让大家体验异果的新文化 县政府也结合相关的局处 提供政令的宣导 以及自行的服务 让新住民朋友 了解县府最新资讯的一个管道 参加移民节活动已有三年的新住民 黄纯玉表示 来台湾已有18年之久 和感谢县政府 一年一度都为办理之项活动 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活动的举办的意义 以及让大家认识新住民文化 他与小郭在一起 参加这项活动已有三年了 很感谢台湾有关心到新住民 让他们感觉到相当的温暖 也邀请他们来此泡茶 黄纯玉也表示 他们相当热议 也感到相当的荣幸 也期望未来能够继续办理 就是很感谢南投新政府 一年一度的帮我们办这个活动 让我们外配的各国知道这个活动的意义 还有让台湾人知道各国的文化 所以很感谢县政府有关心到我们新住民 让我们觉得在台湾真的是很温暖 我来台湾18年了 这个是我的小姑 我们已经参加这个三年了 县政府有邀请我们来这边泡茶 所以是很乐意 是如果说每年都可以说 有那个荣幸来服务这个活动 很感谢 而班里这样的活动 除了新住民以外 在地的民众也感到相当的有趣 陪伴大嫂来的民众指出 透过这样的活动 可以了解到异国风情 以及其他国家的特色 更能够借此联络情感 相当有意义 其实很感谢县政府给我这个荣幸 来参加这个新住民的活动 那我的大嫂 这是我的大嫂 她是越南人 然后能够让我融入 不同国家的那个民俗风情这样子 那很有 就是让我们更了解 各个国家的特色 参加民众黄灵毅指出 参加移民节可以看见 各国不同的文化 以及食物的差异 在活动中也品尝到 不同国家的食物 觉得相当的有趣以及好吃 而受邀参加的新住民 阮红蝶指出 他来参加活动十分的开心 不管是哪个国家 大家都有准备家乡的口味来参加活动 并让大家品尝到自己家乡的口味 藉由这样的活动也可以让大家了解到 他的母国越南家乡的文化 这次带来了也是自己家乡的口味 来让民众品尝 就看到很多就是各国不同种的文化 然后特别是那个米粉 也看到我那个新住民跟台湾的不一样 我觉得特别好吃 就像是越南的米粉 跟我们这边就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还有像一些活动 也跟我们这边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特别好吃 有不同种的风味 今天我来参加这个活动 是因为每年我们县政府都有给我们这个活动 是移民节的活动 我来参加这个活动也带一个很开心的心情 因为每年我们这个新住民都会来参加活动 不管是哪里的新住民都可以来参加 参加活动我有准备了我们越南的口味 凉拌猪耳朵 还有墓碑我煮糯米 还有我们的越南的绿豆浆 加七越南在里面 它很香 很特别的一种那个我们家乡的味道 还有黑糖糕 还有做我们越南的花糕这样子 准备给大家吃看看我们家乡的口味 给这边的知道我们家乡的文化 大家一起不同的国家交流很多的一瓦料理 现议员赖燕雪说 借由这样的活动能够了解到不同国家的风俗民情 而新住民来到台湾 来到乙乡相当的辛苦 对此县府也办理移民节来庆祝 赖医员也希望 透过不同的管道 能够让新住民姐妹们能够更安心更温暖 那么燕雪跟我们新住民姐妹们 是零距离的互动 透过服务安建的一个接触 透过我们成长课程的一个训练 包括我们一系列的活动 都能够帮助我们新住民姐妹呢 能够快速迅速的 在这一片美丽的宝岛呢 能够遍地开花 我想新住民未来将是国家 社会很重要的一股力量 那么燕雪有感于说 来到异乡这样子的十相之苦 所以县政府每年都大力的来举办 我们移民节的活动 也是希望透过移民节的活动 透过交流 透过认同 透过这样子文化的一个生根 让我们姐妹呢 能够更爱上我们台湾这片土地 我想只有认同 只有爱 才能够让我们的新住民姐妹 在这里永续的一个扎根跟经营 燕雪也是抱持这样子的态度 来跟我们的新住民姐妹来互动 也透过扶案件 透过互相的一个关心 互相的一个问安 让我们的新住民姐妹更了解 台湾处处是充满着温暖 跟处处是充满着爱心 也希望这样一股力量 能够延伸帮助我们新住民姐妹 每年的12月18日是移民节 南投县政府也相当重视新住民的权益 不但办理活动 邀请新住民来参加 更希望这些姐妹们 能够带来自己家乡的美食以及文化 不但借由活动能够解思乡之苦 也能够借此互相学习 赖议员也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希望借由多方的管道 多多关系新住民姐妹 让他们能够爱上这片宝岛 明星文秋平一 专题采访报道